神说 透过仆人的讲道 许多人都在自我倒塌的过程当中 由于神光照我们的内心 原来在我们里面都有住相和偶像 抓住我们自己因为对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 它们就像住相偶像一样 在我们里面站立的 神借着仆人 从天上来的强大的圣灵的能力 是透过话语传递出来 传递到你耳中的时候 你起初听见就是普普通通的话语 但在话语里面 蕴藏着神极大的能力和恩狗 扎碎我们里面的骄傲 扎碎我们里面自以为意 扎碎一些住相和偶像 把我们里面那些战利的东西全部推倒 他可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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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想起这一次的出行 玄叫 那可哩哩哩哩哩哩哩 神说那是你们眼睛所看到的 今天呢 在我们内心也做这样的工作 内心做的工作呢 似乎让你看不出来 哈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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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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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 就像 就像 一个西瓜 摆在那里 有的是熟透了 有的是生的 有的是里头烂了 在外边看不出来 你是烂了还是生了 还是熟透了 人们外表看不出来 人们外表看不出来 但神知道 谁能长透视眼 看到内里如何呢 神让我们内心的程度 来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透过他仆人的话语 做了强烈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如同地震一样 又如老鹰觉搅动鹰潮 每个人都在倒塌当中 多年隐藏在我们里面的 隐藏在我们里面的 那些代表罪恶的 代表罪恶的 那些 那些飞禽走兽 接电话 哎 你家楼出租吗 你家多大的 77 77 77 那里面乌链是捡你啥子油吗 啥子油 多少钱 8钱 不饱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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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使是据链链链链链链润 我现在读一点吧 那不可能 好嘞 当开始你 苏的你当抗死你 苏的你当抗死你苏的你当抗死你苏的你当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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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里面有的像山一样的还有一些大石头小石头在心灵深处 现在透过神的话语如那个潮水退去一样就露出那个汗地来里边的这些东西都要显露出来 是透过神话语的光照 来看如火般的作工烘烤 烘烤啊 神用烘烤一次 就是你里面的有什么肮脏和污秽 神在烘烤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神今天借着仆人也在烘烤我 把我里面的那些肮脏的东西 还有这些隐藏的仇敌魔鬼 甚至千年老妖都把它揪出来 感谢主 神说我要打碎你们心中的柱像和偶像 偶像 柱像 就是我柱像是我们所崇拜的 偶像也是所崇拜 不过偶像呢 有灵性背景 那个柱像呢 他这个 柱像就是你的依靠 你所在是所依靠的 比如说 有丈夫呢 依靠丈夫 有这个妻子的 有依靠妻子 有儿女的依靠儿女 像我没丈夫呢 我就依靠主 主就是我丈夫 但是我们每个人哈 我们每个人 灵力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 世上的人和事 你丈夫也好 妻子也好 儿女也好 都不是你长久的依靠 我们唯一的依靠 是耶华神上帝 没有丈夫呢 是钻以神的事为念 神就是他的丈夫 为什么保罗那么清新 因为他没有家 所以他把神的家 当做自己的家 长久来说 我们在这世上 也是没有家的 就像以色列民 屈无定处 他们常拆毁地上的帐篷 就如亚伯拉罕蒙州 游牧民族是没有家的 他们是以草原为家 常常移动他们居住之地 地上的帐篷常拆毁 这是神在熬练造就操练当中 如果你是神的人 属神的人 神必定要操练造就你 让你知道你的家 不是在这地上 乃是在天上 所以你才能够以天上的事 以神的事为念 我们要拆毁地上的房屋 这是神做的 我们做不到 得神来拆毁 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摇出一个人都摇出不了 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成了一座监狱 把人框在里边 把一个人放在你的心房里边 你的心房就成了牢房 这也是一种束缚和捆绑 主耶稣今天来要释放我们脱离这些捆绑 使你心中释放那被求的人归家 当你释放别人归家的时候 你也归回到神的里面 神让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世间生活一无所能 我们似乎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但我们实在是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能做 唯有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能力 我们才可以得以存活 在我们里边有一种情形 第一种是正在经受痛苦熬炼和造就的人 他们很容易谦卑 遇到环境困苦的时候很容易谦卑 这个时候要向他们说什么 他们也很容易采纳 另一种 就是环境很安稳 样样事事都随心 很容易进到漂浮空中的云那种境界 所以神说 你们要时刻警醒 下面时间讲到 今天晚上这个交友很大 我从这个机会开始到现在 好几个人他来问你租房的 不租房的 每天白天啥事没有 他也不来问 我就这个时候来问 非常的交友感兴趣 我想交友也不是突然的 因为孙斌姐姐出门了 因为孙斌姐姐出门了 刚才我给她打视频她说的 她在杭州火车站 感谢主啊 然后呢 我就想让荣的领唱歌 我也得一点轻松 之后呢 我就不知道 孙斌姐没回答我的时候 我因为不怎么和她联系 突然和她联系哈 我就问她 她没回答我 我说她怎么回事 怎么给她打视频不接 她说 那好吧有事吧 我说她讲道怎么怎么 她说你讲吧 我说我啥准备没有 说不需要准备 我说你就讲吧 她说她不讲 然后 这不让我讲吗 让我讲 我也不能把主的事 搞得了 撂得了哈 所以这心里头有点 不舒服 不舒服 仇敌就来教要你哈 感谢赞美主 嗯 也有一番感慨 嗯 嗯 我们今天呢 蒙招 选招 能够被神所用 神呢 能看重我们一点点 让我们呢 能为他做点事 我们就尽量 尽到自己的本分 尽到自己的力量去做 这样才能讨神喜悦 感谢赞美主哈 嗯 感谢主 嗯 我刚才呢 就有点不顺服 心里不高兴 哈哈哈 感谢神哈 这些东西都要去除 拔除掉 所以基督徒每一天 都是有功课的 啊 每一刻 都可能落入仇敌的网络 我们若不顺服神 啊 魔鬼就来做工 你若顺服神 一切污秘肮脏 一切仇敌魔鬼撒旦 都退去了 这像啥呢 我们不顺服神啊 啊 跟神在打低落 我再说我刚才的情景哈 跟神在打低落 跟神在那里拧 魔鬼看得可高兴了 他巴不得一会儿来教育你 两会儿来教育你 当你啊 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要做聪明人哈 刚才我也是糊涂人 嗯 要做聪明人 做聪明人呢 不顺服的情况下 也要能顺服 你看你跟神走 啊 神给前面走 你有后边跟的 你就是不高兴 你也跟的 因为你跟的这个 跟的这位呢 可不是平平常常的 人儿 而是至大全能的神 啊 你跟他走的时候 不顺的时候也顺了 不平的时候也平了 啊 自己心里觉得不好受的时候 一会儿神的光临到你 也好受了 这是我刚才的经历哈 感谢赞美主 啊 荣耀归给神 啊 归给神 感谢主 嗯 下面呢 我们看这个 昨天晚上我讲到说的哈 约翰福音第九章 三十五节经文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塞人 听见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我们昨天晚上分享了啊 这个瞎子 瞎子的医治 我们看到他呢 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感谢主 啊 主知道被医治 被医治的这个瞎子 他的 情形 他的灵力的状况 呃 知道他这个人 啊 感谢主 这瞎子呢 也不负主 主所望 也就是说呢 也不 啊 也不配 就是说 也配主为他 呃 他的眼睛得医治 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呢 感谢主哈 呃 他的门徒 主的门徒说 主啊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所以神的心呢 和我们人看事情 看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们人看人往往看外表 而神呢 看内心 我们再看一下 当这个瞎子 听从主的吩咐 说你去啊 主耶稣 就凸脆沫在地上 用脆沫和泥 抹在他的眼睛上 然后告诉他 你去特罗亚西 这个池子去洗 他的眼睛 他去了 回过头来 他就看见 这是呢 瞎子得医治的过程 我们昨天讲了 瞎子的顺服之心 我们再往下看啊 看到呢 他的鳞舍 瞎子的鳞舍 问他说 你是怎么得医治的 然后又看到哪些人呢 看到啊 那个法利赛人 啊 去追问他 你是怎么得医治的 然后又看到犹大人 然后又看到他的父母 啊 透过他得医治 但是他的父母呢 由于怕那个犹太人 胆小恐惧 和耶稣插肩而过 他们遇见耶稣没有呢 遇见了 所说的以上这些人 都遇见了耶稣 但他们心态各种不一 各不相同啊 法利赛人呢 他们用安息日 啊 来判断 按照摩西的律法 来判定 说这是个罪人 他做了安息日不当做的事 违背了摩西律法 感谢主 所以他们判断呢 他是一个罪人 感谢神 嗯 他的父母呢 因为怕犹太人 所以不敢承认 他们的儿子得医治 这件事情 我们看在这个整件事 过程当中 看到虾 这个虾子呢 他得医治 他的 我们看到他的什么呢 他的忠心 啊 还看到啥呢 他一直不变 向主的心 感谢神 他的忠心 我们看到啊 当这个他得医治的时候 别人啊 他的联系问他 说是谁 医治了你呢 他勇敢为主做见证 他说有一个人 名叫耶稣 他和你抹我眼睛的时候 对我说 往西罗亚瓷子去洗 我去一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这是呢 他向他的邻舍做见证 然后呢 那个法利赛人 问他是怎么看见的 他也对他们说 他把你抹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啊 感谢主 这是呢 为主做见证 也是向主的忠心 感谢主 然后我们看到犹太人问他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而他父母却不敢承认 当这个法利赛人第二次问他的时候 他进一步的为主做见证 他进一步的为主做见证 感谢主啊 我们从这个 虾子的一致这件事情上 看到虾子 是向主有忠心 就是说 当虾子碰见主 遇见主的时候 他的心 就已经被主点亮 就是说 他已经和主联合在一起 他和主的心 是同步进行的 否则他不会得一致 虽然他眼睛看不见 但他的心 已经被主点亮一盏灯 主为什么能够点亮他呀 他和主的心 同步 同心 同志 同意的 从他这几次 他的临舍问他 他为主做见证 始终不改 就是这位耶稣一致的 实实在在说的 他的这个 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 他也这么说话 他的父母吓得都不敢说了 因为怕犹太人 最后法利赛人为求证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二次问他的时候 他还是这么说 并且 并且呢 我们看新闻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讲荣耀归于神 我们知道罪人是个罪人 我们看法利赛人 他们口上说信神 真神来了 真正才是瞎眼的人 不认识主 感谢主 为什么不认识呢 他们用右眼看 那这个人不守安息 再细查究呢 他如果知道主的身份 主是木匠的儿子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他怎么能做这样的大事呢 所以我们常常呢 也像法利赛人那样 这一天主光照我哈 我也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 常趴着门缝看人 瞧不起人 以为这个人他能做啥呢 人眼睛一看他啥都不是 他不是我呢 从外貌穿着 到他的衣食住行 到这个人的身份地位 和我一比还不行呢 所以我们人 常常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那些赞美主啊 常常跟法利赛人一样 用右眼看人 又用他们宗教的眼光看人 律法的眼睛来看 而这个瞎子呢 我们看到啥呢 他的门徒问主说 说这个 感谢主啊 问主说这个人 是他他这个人有罪呢 还是他父母有罪呢 主说是 不是他这个人有罪 也不是他父母有罪 乃是呢 要彰显神的荣耀 神的心我们是猜不透的 神要做啥 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去做 感谢主啊 神做事总归是最美最好的 可是人的想法 常常和神是不一致的 感谢主 要荣耀神而做 感谢神 这个瞎子呢 他最后呢 我们看他 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 这些人的意思就是说 你该讲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那意思就是说呢 这人不是神 这人怎么能做这事呢 这不是他做的事 乃是神做的事 告诉这个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这是他说的 心里的实在话 这就是他信主的良心 我们人呢 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 都要拍拍自己的良心 从前我们何等光景 今天又是何等的光景 从前呢 若没有煮 今天你活不活在世上 都不一定 我就知道我若没有煮 我前两天跟我家还说呢 我若没有煮 你妈骨头渣 在哪个地方呆都不到 可能被狗吃了 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良心呢 而这个瞎子 感谢主啊 虽然眼睛瞎了 但他心不瞎 他比那些法利赛人 要看得远 明亮得多 就是说 他知道主的心 和主的心是一致的 而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不知道主的心 感谢主 所以这瞎子说呢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这是为主做实实在在的见证 也表明了他向主的忠心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做什么事呢 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这是呢 这个瞎子 跟这个法利赛人的争战和辩论 然后他又说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出去 我们看上瞎子呢 一步一步的 坚定的为主做见证 和他的父母 胆小怕事 惧怕犹太人 怕被赶出会堂 做了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啥呀 对主的忠心 和他呢 他每说一句话 一步一步进身的时候 就表明了 他向主 一直不变 一直不变的心 今天呢 感谢主啊 我们呢也要有这种 一直不变的心 向主有一直不变的心 可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 遇见了一点点风吹草动 我们就胆战心惊了 也像他父母一样 那他的父母 就没有得到 神这样的赞赏 感谢主啊 神就像这样的人 隐藏了 感谢神 我们看到下面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主啊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呢 一步一步看到 瞎子的信心 和他和这个瞎子 向主的忠心 和他一直不变的 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心 一直不变的向主的心 所以神就 直接向他显现 直接告诉他 我就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感谢主啊 这瞎子是有福的 他说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我为审判 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感谢主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审判这个世界 用什么来审判世界呢 就是用神的爱 神的恩典 来审判这个世界 恩典呢 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被定死在实际上 他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物 把我们本该是地狱之子 转变为天国的儿子 也就是说呢 人类从始祖亚当 堕落那个时候开始 主耶稣来到这世上 就是要把这些堕落的 世上的人 神爱世人嘛 就是把这堕落的世上的人 用他的宝血来洗净 最后呢拯救回归一对眼 回归到神的身边 这就是主耶稣恩典 他的降临就是给世上人的 一个极大的恩典 他为审判来到这世界 今天呢 也用他的道 来审判我们 感谢主 这谁里头想 是外头想 还是我家想 主耶稣 用他的道 来审判这个世界 今天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每个人哈 都是神借仆人的道 来光照我们 也就是借着他的道 来审判我们 这种审判 是主恩典的审判 我们有的家人哈 透过神的话语 都一个个的呢 都扑倒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扑倒在神面前的时候 你里面的那些 刚才说的 住相和偶相 你里面的那些罪恶 那些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 也都遭到了神话语的审判 也都遇到了神话语的光照 然后呢 在神面前一个个倒塌 这也是一种审判 感谢主哈 主审判我们 不是像世上的审判 审判完了给你定罪 然后你该上哪个监牢 上监牢 不是这样的 审判呢 是为要释放你 使贝罗的得释放 受压制的得自由 被囚的出监牢 使我们身心灵都得释放 感谢主 这个瞎子呢 是有福的 他从主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通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 听见这话 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感谢赞明主 从前呢 啊 我们也是能看见的 睁眼的瞎子 感谢主啊 和主没有关系 我们的服侍 我们的侍奉啊 我们这个来信主 都是外在 也像法利赛人一样 活在宗教律法的 这个这个里边 出过来 总是用自己的观点 自以为意 宗教的灵捆绑之下 在自己的里边 看人看神 不是以主的心 感谢主 也像他的父母一样 怕这怕那 你看他的父母啊 我们从前也是胆怯啊 信主呢 又怕谁说你 又怕家里的人 怕这怕那的 没有不怕的 唯独的呢 就不怕神 神知道神是无限包容我们 感谢赞明主 从前我跟一位姊妹交谈呢 她说姊妹呀 你给我祷告吧 我说祷告啥呀 她说的 她说的我们 她说大教会的情形啊 哎呀这魔鬼老大了 魔鬼天天做工啊 来攻击我 整个说了半小时话 她全说魔鬼不说神哈 我说你是信神的 还是信魔鬼呢 你看啊 就说魔鬼 然后还怕魔鬼 这不就胆怯吗 我说神在哪里 你问神他傻眼呢 就说魔鬼 不是这事魔鬼攻击他 就是那事魔鬼攻击他 本来嘴上是信神的 心中没有神 我们也活在这种 这个可怜的光景里面 甚至做梦呢 都被魔鬼追 你还是嘴上信神的 就像我昨天讲到呢 说有个人呢 这个兜里揣着一块银子 满街要饭 感谢主哈 摆着一块银子 满街要饭 不知道呢 有主与你同在 感谢神 虽然我们那个时候 远弱 亏欠 犯罪得罪主 但你心那天开始 主肯定是与你同在 就像我一样 啊 我也犯罪 我也像法利赛人那样 遇到事情也像他的父母胆怯一样 啊 就是说呢 外在 嘴上还提神 心里没有神 所以你才胆怯 啊 所以才不认识神 真神来到身边 你也不认识 感谢赞美主 而这个瞎子呢 他就和我们不一样 瞎子的眼睛为啥开呢 我们一看很容易 主耶稣医治病人哈 你说这瞎子 是生爱就瞎眼的 他得瞎眼多少年呢 瞎眼一年都不好整哈 那他瞎眼很多年 至少十六七年 感谢赞美主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感谢神 这个瞎子呢 他当他遇见主的时候 他的心就开了 实际上他眼睛没看到的时候 他就心灵就已经开了 是主打开了他的心窍 是主要定义 一只这个瞎子 所以动工 坐在这个瞎子的身上 首先使他的眼睛开了 使他的心灵开了 然后他才能顺服主的话 去做主要他做的事 你看主和你 那这个 往他的眼睛上抹 并且让他向西罗亚斯去洗 这都是让他有个行动 来配合主 结果他就非常顺服的就去做 这说明啥呀 他的心眼开了 心眼若不开 就不会听主的话 你主说多些他也不会听了 他的心眼被主打开 感谢神哈 我想这一个瞎子啊 他里边也有很多苦处 他有没有埋怨呢 为什么人都看见我看不着呢 他肯定也有埋怨 他肯定有许多常人 所不知道的内心的痛苦和艰难 被人轻看瞧不起 等等等等 这一切的内心一系列的 活动 都将成为他来到主面前的障碍 感谢主哈 但是这个瞎子 听到主主来的时候 他就来到主面前 他的心呀 被主打开 打开之后 他就顺从神的话去做 结果就发生了奇迹 这个奇迹 实在是创世以来 就像瞎子说的 没有人能使瞎子的眼睛开了 如果能使瞎子的眼睛开了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 随着瞎子的眼睛一步一步的 随着瞎子的眼睛开了 他对主的认识逐渐加深 只有对主的认识不断加深 他才能够坚定不移的 为主来做见证 感谢主哈 我们和他们和瞎子对比啊 我们实在不如瞎子 我们遇到一点小风浪 就慌忙的了不得 我们虽然是个瞎子 但他呢 有坚定信靠主的心 感谢主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瞎子 由主所赞赏的地方 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他的父母呢都惧怕 但他毫无惧怕 赶出会堂就赶出会堂 你看啊 后来这个法利赛人说 你全然生在罪恶当中 感谢主 到底谁生在罪恶当中呢 我们今天的我们就能看懂了哈 如果我们是当初的法利赛人也看不懂 自己看不懂自己 当你跳出这个圈子 来认识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 你就一目了然 就知道谁是全然生在罪孽当中 瞎子本来眼睛看不见 被神得医治 生来的瞎子 明明地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还硬要说啥呢 这不是神做的 乃是鬼做的 你看这不颠倒黑白吗 所以人不认识神很害怕 很可怕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 他们保读诗书 有很多的文化背景 要和这瞎子比 那简直瞎子能敢和人比吧 这些人可能是很有文化 很有社会背景 就说金钱咱就不说了啊 你从这外表瞎子 无法跟他们比 可是呢 真正生在罪孽当中呢 是不认识神的人 不认识 神明明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和神插肩而过 在整个这个瞎子 得医治的过程当中 感谢主 没有这个瞎子 真正遇见神 因为他得到了神 摸到了神 并且他全然得医治 今天呢 神也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对照一下 我们是哪种人 是法利赛人呢 还是犹大人呢 还是耶稣的父母呢 还是他的连事 把这医治好的瞎子 送到那个法利赛人手中呢 这些人虽然也 也在当场当中 他们却和耶稣插肩而过 今天我们要抓住机会 要做聪明人 要抓住神给你的机会 神的给你的机会不多 啊 来到你面前的机会 也不多 你要抓准这个机会 抓住耶稣 可不要抓住 抓住这个什么呢 抓住其他的 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呢 判断耶稣 说的他呀 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 行了安息日不当做的事 主耶稣有一段经文说 你们既或不信 也当信我所做的 主耶稣做了很多事 法利赛人就怎么都不信 怎么都批评问断他 主怎么说呢 主说你们既或不信 也当信我所做的 你就看耶稣来了 做啥事 法利赛人一门一只那瞎子 他父母胆战心惊 是他的儿子 他一门一只那瞎子 他的邻舍犹大人 一门一只那瞎子 你看真正得一致的 真正做大事的是谁做的 这个你还看不清楚吗 是不是 谁能做大事 谁能做人做不了的事 你这个你还看不清楚吗 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灵性上的瞎子 主怎么说的这个人呢 主说 嗯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很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 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他们能看见 他们看见的是啥呢 他说他们能看见 看见的是给耶稣定罪 看见了他是个罪人 这是法利赛人的看见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 感谢主哈 法利赛人呢是专挑耶稣的错 也就是专挑 专挑神的错 今天在我们眼中有良悟 我们不知道 我们非得要拔除别人眼中的刺 其实我每个人都这样 我也是这样 我眼睛有良悟有时候我真不知道 然后我专看人眼中有刺 想把刺拔出 但刺不服你 咋的呢 你一刺说你的良悟比我刺还大 你你拔我干啥 是吧 主咋说的呢 要去掉你眼中的刺 才能拔去 去掉你眼中的良悟 才能拔掉别人眼中的刺 那有人控告你呢 你说你不要我抽烟 那你还抽烟呢 是吧 感谢主 你不要我 不让我上歌听舞听 你还上歌听舞听 你说谁啊 感谢主 所以我们就伏在神的脚前 伏下来 我们真有的说不能服 你看那瞎子啊 他就见到主之后 他就服主了 他如果不服下来 说那我这瞎眼人 你是谁啊 耶稣你不就是一个 你是那个 木匠的儿子吗 你不是一个小地方来 拿撒冷的地方 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像他拿着耶稣呢 你能意识我 瞎子如果这样想 他完全不能得一致 他跟耶稣边都搭不着 耶稣洞察人的内心 直到人的内心都想什么 耶稣能不能做 医治瞎子的事呢 耶稣能使死死死人复活 他能做万事 那就看你抓未抓住耶稣 你服未服在耶稣脚前 你服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 你服下来 就必定像这瞎子一样 他就看见了主 他眼睛没睁开的时候 他心灵的眼睛就看见了主 并且和主连在一起 并且和主同步 若不同步 只能做到 说主让他上和泥 磨在他眼睛上 他说这干啥呀 磨我眼睛干啥呀 心里还有怒气呢 是吧 他也不能上西罗亚辞子去洗 就是说呢 这个瞎子得一致不是突然 乃是要服在主面前 并且 对主的话 主做的事 忠一般 就瞎子呢 对主有忠心 一直的心 谁来反驳都不行 我专为主去做见证 不怕任何黑暗的权势 你看他父母下里都不敢说呢 那黑暗权势也很大 如果把你放在当时的那个 那个这段经文的场景里面 恐怕你是那瞎子 你都吓得胆战心惊 主耶稣早就知道 瞎子的心 也就看到了瞎子的忠心 看到了他这样一直的心 不为黑暗权势的心 等等等等 我没有说到的这些 主早就看见 所以预定他必然得一致 感谢主啊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关键就是我们的心如何 你不服 主能医治你吗 你说 感谢主 他若不服 别人把他抓来也没用 他自己主告他干啥 他就干啥 这是我们 但是我读经文当中有所看见 可能看见的不够深 不够广 不够全面 家人们可能有比我更深的看见 咱们都继续分享 感谢赞美主 今天的话语就到这里 愿神祝福他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也愿神祝福每一位家人 感谢主哈 容上我简单说一下啊 今后咱们祷告的时候吧 比如说会前祷告 会前祷告呢 就是为今天的讲台做到 这个也是我没告诉你 因为你信主时间短 这是愿我哈 我没告诉你 今天领赞美的时候 我就想你这事 然后我就告诉你啊 以后呢 咱们为人代祷的时候啊 放到聚会结束之后 就是讲完道了 代祷完了 今天我们同心合意啊 为这个李贵双 为石鸿鸣的妹妹 持敬祷告 还有其他谁要求 咱们一同给代祷 会前代祷呢 就是为今天的会幕祷告 为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让主在我们这个平台 举手为主掌王权 让他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 有可慕主的心专门为这个聚会祷告 为平台传道人祷告 嗯 最祭福了啊 百姓祖 好嘞 听见了吗 余大姐坐在哪 还听见 好吧 全程都煮一酥 真的是 在你面前 总有 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感见的份 是 在我们这个平台里 借着你仆人和你食与不语 神的事奉 神的道日渐行圣 希望 使我们 在你的道中 看见神速速地 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个 主神的儿女身上动工 你的道路 你的道 又一次你开启了我们的眼 使我们在瞎眼的人身上 叫我们看见 因着祂的孙福 祂得了大恩典 解决了祂一生当中的最大的难处 使眼睛能够看见 我们在你的道中 深深的领悟 我们在以往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没有完全顺服 主求你 开瞎子的眼睛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心 叫我们有顺服你的心 因着我们知道 在这个平台里 神的道 在这里 不断地 作用 发生极大的火效 使我们 能够在你的道中见到 在你的光中见光 我们知道 我们像瞎子一样 顺服你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 圣灵就做工 我们的老肉体 就速速地坍塌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 重新建造 一个主耶稣 基督的圣徒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你的道 又一次开启了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效法 生来瞎眼的人 使我们能够有勇气 有忠心 在你面前 做真实的见证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瞎眼的人 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忠心 诚实的心 在你面前 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虽然法利赛人 控告 但是这个瞎子 他没有惧怕 在主面前 做了真实的见证 主 也使我们能够再跟随你走的这条道路上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年里 叫我们在你面前 真的是有回应你的爱 真诚的心 感恩的心 回应你爱的那个心 在你面前 做真实的见证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借着你真理的道 你夫人和师女的侍奉 我们以往 是一种什么样的灵力的光景 我们也是瞎眼的 你开了我们的眼 叫我们能够看见神 以往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是睁眼的 但是 我们看不见神 我们摸不见神 得不知道神的启示 得不知道神的带领 我们活在 白天的去吧 黑天人能有玩的吗 透黑的 灵里头七口的日子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 放胆做见证 我们说 主我们得释放了 我们说主 主我们的眼睛打开了 我们看见你了 主 我们的心 是何等的感恩 在你面前 是何等的 要呈现 感谢你 主 你就带领我们这条路 那盲目 瞎眼的功 从此 不再将我们见灵 愿你牵着我们的手 走出 走出 宗教灵的捆绑 因为我们现在 还没有完全 在主耶稣基督人的面前 得到 彻底的释放 但是我们说 我们知道神 你借着仆人和子女 他们能力的工作 你在我们身上 负了完全的责任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 使我们在圣灵里面 使我们在你的光中 叫我们走在你真理的道上 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重新在你里面 建造成的一个新造的人 主 帮助我们 愿你的真理的道 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 做开启的工作 你降卑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里面 还需要 你的圣灵 大大的做工 不断地拆毁 多多的光照 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道中 能够真正翻转 我们这个老生命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 速速地成为 合乎住你使用 能够在这末世末了的时候 我们能够 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听你的呼唤 拆遣 做成神的工 主真的感谢你 主你的道不断地 在我们身上做这样 开启的工作 叫我们这个原本 瞎眼的今天 重见光明 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再一次地说 主 我们感谢你 愿你的工 在这个平台上 不断地加深 加大 愿你的道 日渐行圣 愿你的仆人和使女 你加大他们侍奉的能力 力量 权柄 让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一个儿女 都借着他们的侍奉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你 并且把主你 让我们得着的多耳又多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祈求祷告 我们很谢神 我们功德告 我们在天上的 在天上的 我们在天上的 教育 我们在前面 去以后 和我们的工程 也许你 对 那些工程 是一种工程 是一种工程